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若能 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一只身体强壮 个儿特别大的狼 这个故事我跟大家分享 这个个儿特别大的狼在狼群当中 他出世了 就生下来了 所以他无论在力气上面 身高上面 敏捷度方面 都超过所有的同伴 因此大家一致的同意 送他一个称号叫做狮子 你要知道这是一只狼 那么这只狼的身子虽然是特别的大 头脑却是很愚蠢的 他以为奉送给他这个称号 狮子的称号 是出于制成 于是他就便离开了自己的这个种族 独自去找狮子们去做伴 一只老狐狸看了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就对这个被称为狮子的狼说 但愿我自己永远不会像你这么荒唐 像你这样骄傲自大自命不凡 因为你虽然在狼群里面像一头狮子 可是在狮群里面 你却仍然是一只狼罢了 朋友有几件事情 值得你我去思考 第一个那就是缺乏自知之明的人 听了别人的奉承之后 常常就会失去理智 变得叫做得意忘形 所以当别人称赞我们的时候 不要得意忘形 而自信心叫做膨胀爆棚 要有智慧的衡量自己的能力 第二个呢 那就是什么时候我们感觉不到神的能力 所充满的只不过是我们自己的力量聪明而已 智慧本是这个时候的工作 生活如果没有神的话 就是失败堕落 而且不用荣耀上帝了 所以各位朋友们 但愿上帝能够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的侍奉 或者是我们的事业 所有的成就有成就的时候呢 不要叫我们至高至傲 以致我们以为是依靠自己的才干 成就这一切你所拥有的 愿神让我们时刻的亲近上帝 知道一切都是由他而来赐给我们的 所以今天上帝的话对我们说 古时人岂能改变皮肤呢 爆岂能改变斑点呢 若你们这习惯行恶的便能行善了 这就是今天我们的里面日亮 愿神赐你平安 那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